一公留才第一篇 五分钟带您认识一公留才酒用方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公留才酒用服务中心阿中专员 目前也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一公 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及技术水准 长久以来深受我国雇主肯定 劳动部为了适时填补企业以及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 特别推动移工留才酒用方案 来稳定我国长期缺乏的技术性劳动力 这个方案是为了协助国内雇主将目前所聘雇在台优秀资深一公 以及取得我国父学士学位以上的桥外升 申请转任或聘雇为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 资深一公透过移工留才酒用方案 在台转任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 资深一公将不再受到在台工作连线限制 目前我国已经开放 可以评估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的工作业别 包括海洋与捞业、机构看护、家庭看护、制造业、营造业、徒宰业、外展农物以及农业 当雇主将资深一公转任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时 雇主的好处包括 一、移工无在台工作连线有稳定劳动力 二、转任后的蓝领名额可以再补新移工 三、免缴就业安定费 外国人的好处包括 一、不再受限12年或14年的工作连线 二、职业发展有前景 三、认同公司更稳定 为了让聘雇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的申请流程更加便捷 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的聘雇程序仅需一个步骤 直接申办聘雇许可就可以完成申请作业咯 大大缩短了聘雇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的申请时间 同时为了提供雇主及外国人能够快速了解简易申办 及时转任服务 劳动部于112年9月成立移工流彩九用服务中心 移工流彩九用服务中心会来将透过流彩123申办可简单 服务口诀让民众有感服务又快又好又方便 那么流彩123包含哪些服务内容呢 首先成立移工流彩九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穿口 作为推广及服务的据点 协助各项申办作业的各种咨询一意 并协助雇主于申办中阶技术工作许可 各阶段时能提供一按到底的咨询服务 避免民众找不到咨询窗口而影响申办意愿 第二 为提升雇主申办意愿及加速审核流程 透过流彩中心咨询辅导的案件 可先由流彩中心协助初步确认申请文件是否齐备 避免申请案重复推荐影响雇主权益 让民众有感简易申办快速取得 第三 流彩中心的服务对象为 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的雇主 符合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资深移工及桥外生 以及协助雇主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仲介业者 流彩中心都会提供相关服务 移工流彩九用服务中心 目前提供八大服务项目 我们简单从四个方向来说明 会台服务专线咨询 专员专案追踪管理 三方视讯及时通议 协助加速审核流程 入场辅导 申请留用 协调排除申办问题 流彩网站资讯检索 其他政府部门资讯 欢迎上网搜寻移工流彩九用服务中心 或上网直接输入本中心网址 lrsc.wda.gov.tw 都可以快速找到我们的网站 未来如有申办中阶技术工作外国人的各项问题 欢迎拨打免付费专线1955按1再按4 或是华03-659-1996专线 留我酒 要酒酒流 服务专线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 移工流彩酒用服务中心 政府服务最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